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交通处长王震宏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协同议员们再次到基隆成绩转运站进行考察 了解包括二楼国道客运以及施工车等 13个月台车位是否已经全部完成 及二楼和三楼的商场整体空间改善情况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第一阶段今年7月1号客运站先启用 方便通勤民众搭乘国道客运以及施工车 而第二阶段包括二楼及三楼的商场营运部分 则是在今年12月份可以全部启用 我们第一阶段是在希望7月1号以前 把简单的一个客运转运的部分 国道在这边进来以及中山12路 所以分第一阶段就是让国道客运的一个 成绩转运站的部分能先启用 那我们同步在做所谓的 包括楼下的一楼以及二楼的一部分 以及三楼这些商业设施的一个市装的部分 我们也同步在推进 所以大家有分这个两个阶段来进行 现场也由负责成绩转运站商场招商营运的厂商 向市议员们解说 未来二楼及三楼商场营运招商的情况 二楼包括有便利店及著名的星巴克咖啡 以及三楼预定由瓦城等住民餐厅业者进驻 议长同志委代表市议会表示 最重要的还是客运站的启用 是一般通勤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那部分党派大家都会在意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待遇室都是民众选出来的 我们自己选区里面或是全市的市民 都有非常多的家人 大家都在希望说我们转运站 可以有一个方便舒适的后车环境 因为我们又多于潮湿 像我们现在冬天也很冷 大家如果可以在室内等车 不管在客运上面 那我也希望交通处可以紧速来安排 包含大家很关心说 我们有一些客运业者会不会拖搬的问题 尤其在高峰期 那大家这个整个问题 我们如何把公车客运 铁路的运输处理好 安排好规划好 或是环境整理好 都是大家关心的 所以我们非常期盼这个启用的进度 那我们通勤族也非常的期盼 那这个相关的餐品业 也会带动基隆的发展 那我想市府应该有多个单位 大家共同来 秘书长也在 有个多个单位共同来 一起把这个东西来完成 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顺宏 也向议员们解说表示 曾经转运站一楼 也有连通基隆火车站南站的通道 可以方便通勤族们进出客运站和火车站 避免风吹日晒雨淋 而议长通知卫也有感而发表示 赖清德准总统也算是第一位 出身在大基隆地区的总统 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更用心 争取中央的资源 发展建设基隆市 而不是不断透过政治纷争 浪费基隆的发展和基隆人的权益 蔡总统任内 我们这八年基隆市的改变 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赖清德总统更不用说 他是大基隆的子弟 万里出生在基隆生活圈 包含我们家族有很多都在基隆发展 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那我想希望市政府可以更用心在争取 中央资源这一块上面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错过就不再有 基隆四百年来也没有选过总统过 也第一次 那所有的行政团队都会因为总统的出身 而重视基隆 所以各部会一定都会有非常多的资源 可以给予基隆 但是我这个东西有需要计划型的补助 还是相关的预算 都希望都需要市政府来拟定计划 来做一个完整愿景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不希望不断的透过这样政治的纷争 去浪费基隆的发展 还有影响到我们基隆人的权益 就像转运站 或者是我们后续的招商 我们都希望可以顺利 我还是希望 我用议长的身份或高度 来期盼我们基隆市政 可以持续的迈进 不要政治的纷争 市民朋友最期盼的是什么 转运站的通车核实 我们有多少广大十万 甚至超过十万的通勤组 他们大家一定会一个疑问 外观看起来好了 那怎么不赶快启用 这是汇集公车 客运 客运 铁路 尤其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我们有这么多的市民朋友 在台北上班 往返 各个地方上班 他们在意的是 我的车子什么时候可以来 我的车子会不会准时 可以让我上班 我可不可以多睡一点 这是一个整个经济环境发展的问题 我们在 我们属于卫星城市 在双北中间 双北旁边 我们就会面临到整个通勤的问题 所以市政府还是市议会 大家应该共同关心的是 启用的进度 安全的问题 何时可以让大家 更方便的往返在 基隆之间 台北之间 不管早上还是下班 那我们市政府应该更关心 我们周边的环境 譬如说 有没有考虑到汽车车临停 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旅客 到基隆 这是第一个印象 如果你是一个当地人 你最在意的是 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 刮风日晒雨淋来搭车 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要关心的一个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对于基隆成绩转运站 谢国良委婉用 先天不良来形容成绩转运站 从前市府开始 总共历经四次工程变更 导致迟迟无法完工启用的情况 向议会报告 那相信大家今天可以去现场看到 就是现场的整个环境 我自己去的时候也看了很多次 那感触也蛮深的 我觉得比较委婉一点 我们用先天不良来形容 这个工程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那这工程其实也经历了四次的一个变更设计 111年的11月 也就是我上任前的一个月 那那个月也是刚好 这个我们的前市长林市长 跟这个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有去那边视察的这个日子 那可能会有市民朋友以为说 因为视察了 所以就要准备完工了 可是其实结果并不是这样的 就在他们视察的那个月 我们又第三次进行了变更设计 也就是虽然去看了 我觉得这个就要讲清楚 一般人你去看 大家就会觉得你是完工才去看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他这个看并不是完工才去看 他看的时候马上又变更设计 当然也要求市政府团队 未来在说明各项工程进度时 不要用工程术语来说 而要用一般民众听得懂的话 来跟民众和议会报告 我们要检讨的就是所谓的 完工比率的定义 那我也不晓得说 你第三次 第四次变更设计19样 第三次变更设计也是111年11月 但是你就说你完工比例99% 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那真的这一点我们要检讨 要更清楚地给予 一般市民所理解的 工程完工进度情形 而不是你们工程界自己在讲说 我认为几%完工了 几%完工完根本还没有验收 大家都以为完工就能用 其实所谓的完工到验收到启用 那都是很大的落差 这就是市民的语言 跟你们工程界的语言 有很大的落差 那这样子的话 我认为大家未来在专业的沟通上 我们还是有待加强监讨改进 不过市议会最关心的还是成绩转运站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先让民众搭车通勤呢 市长谢国良大逊师表示 市政府团队力拼今年7月1号可以先通车转运 让大家来使用 那零售商店商场的部分 可以再延到下一阶段 所以目前就是有了 大约是希望能够在7月1号前 我是希望务必 拜托务必为了我们这个通勤组的需求 真的是要把7月1号这个日子 一定要务必做到 再一次的拜托 秘书长要督导好这个的相关进度 所以对于成绩转运站 跟这个一些过程 我想我第一阶段是报告到这里 那这也是我对这个事情最真实的感受 跟最实际发生的情况 那我觉得一个工程 发包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发包的不好 后续就是多灾多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以及郭美秀争取下 立委林佩祥邀及 包括水公司第一区处处长陈肃清 市政府以及中山区公所区长徐亚文 和当地和庆里长陈佳和一起会刊 确定今年年底前 可以同时跑步好社区道路 并且太旧换新自挨水管线 设置好加压站以及配水池 保障大庆大城社区稳定供水 并且有更好的社区道路品质 很高兴听到我们自来水第一处的处长 特地亲自过来 解释了整个配水的计划 跟未来这个地下水管的修缮 同时之间 佩祥也在这边特地强调 自来水公司要跟市政府公务处 通力合作 因为未来不只是跑步水管之外 跑步地面也要一次做清楚 我们期待在今年的年底 估计是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在大兴大城看到除了 重新刨铺完成的整体路面之外 更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加压站 跟上面一个蓄水池 能够好好的把高地供水能够做好 对基隆来讲 高地供水跟减少漏水率 是我们在公共政策上面很重要的一环 那佩祥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 能够参与到这次会刊 正是在把我们的高地供水 把我们的漏水率再度减低 为这件事情上面再做出一点的贡献 另外立委林佩祥也和市议员宋伟丽 以及区长徐亚文 和德安里长 谢明传等单位人员 一起会刊德安路交流到 北向扎道路口涌塞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当地社区住户人口越来越多 交通尖峰时段和假日特别严重 因此林佩祥鉴请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尽快提交可行性评估 让高工局进行研议改善道路涌塞问题 我们会鉴请市政府尽快去水平进口 来去评估当地这个交流道 去改善设置的方式 来去帮助目前这个大型设置 跟目前德安交流道 希望说能够 这个目前的状况能够尽快改善 让我们的行车也好 行人也好 有行的安全 而且能够有赛车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外手机具来回西宫 中正区行政大楼制药塞司令部 任行道串联工程 正如火如荼进行 原本两车道缩减成一车道 由于车流量大 司议员张浩瀚出席工程协调会 了解工程进度 工程试做期间 就是从农历过年后 其实就开始试做 过程当中其实因为会封闭 部分的一个车道其实也造成了 上下班的时间车流量的回堵 所以我们也要求在 虽然说现在已经分成四个阶段来进行施工 但是我们也要求 市政府跟施工单位 能够尽快的来完成 所谓的整体的一个工程 来见低所谓的 塞车的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就是针对于其实这个区域 其实阿南桥早期也是容易翻身 淹水的一个地区 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住户 其实有高高低低的一个不同界面问题 那所以我们也藉由这个 十一人行道的一个施作 其实刚好也帮住户来协调 在不同界面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克服这个高低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 再要求市政府 那来邀请所有周边的一个居民 来针对于不管是在交通问题 或者是在骑楼界面的问题 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会 让大家可以实际上了解是说 到底接下来这个工期到底会有多长 那二来是针对于不同界面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如何克服 初期协调会的周沙里里长 廖文雄对于管线地下化 民宅和人行道路面衔接等问题 希望工程单位能够妥善规划 人行道拓宽的部分 会在施工时间会占用到车道 那我的立场是希望说 它施工期间可以尽量缩短 那当然施工期间占到车道是难免的 然后可是这个如果时程可以缩短的话 对地方的冲击性会比较小一点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 这边以前是低洼地区 然后房屋的建筑物本来就比较高了 然后有一些又因为征收的部分 它的楼梯又变得更高 那可能有一些阶梯或路面衔接的部分 那可能这个施工单位要特别注意一下 日后要让民众可以保持现状可以通行 那也要注意到说行人通行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希望说 相关单位提出一个办法 让民众可以接受 行人也保障安全 地方的民众是蛮期待的 可是因为这个工程会影响到 因为有一些店家 那难免会冲击到他们的做生意的习惯 那也希望就是说把冲击中到税小 然后时程也比较缩短一点这样子 避免造成他们太长期的营业上的影响 协调会上市议员张浩瀚要求工程单位 要确实掌握工程进度 降低对民众通勤的困扰 阵风接分的四个阶段来做施作 那前面现在已经优先施作的 第一跟第二阶段 那预计在4月初的时候可以完成 那第二阶段就是从我们的阵风鸣笛 一直到中沙里面会长的这一段呢 大概预计会在4月中施作到5月中的部分 那最后一段就是前面可以看到的 就是封刃接口到我们要塞思念部 这一段预计会在5月中到6月中的部分 把它施作完成 所以预计的工程应该会在6月24号前 能够顺利来做一个完工 市议员张浩瀚表示 建议斯坦福可以主动召开说明会 让民众充分了解工程进度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市议员曾浩瀚和里长李建德巡视里内 却发现道路有些军裂 车辆来到总安处 车轮和地面摩擦 车辆容易打滑 要看这些都起来吧 这些就是五十一项 五十一项这些所在吧 这边这档呢 这档呢 位于一半三腰的南兴街 因为住宅邻里 道路车辆进出频繁 导致路面耗损严重 市议员曾浩瀚相当重视 道路品质和安全 邀急的市政府公务处 到里内巡视 针对一些破损 但修补的路面 希望市政府能够帮忙处理 所以常常有这种现象 都积水 都练人 还起沙子 处理叫做七八个地方 都有这些现象 基隆市市民最大的福祉 就是灯要亮 路要平 锅要通 那我想吉人礼 拿弄新春 这路面也长久都没有来泡铺了 那经过李建德里长的建议 然后我们就大概 因为基隆市的预算有限 然后我们在有限的状况下 先利用有限的经费 先选差不多四处的地方 比较破损比较严重的地方 然后请我们公务处 养务工程科来进行抛铺 那而后我在议会的话 也要在议会的开会期间 也会提出我自己的意见 提出来就请我们 基隆市政府的财主单位 对于道路的预算 一定要增加 不能删减 今天看南新街 一座跟里长都非常关心 我们里内的路面 那刚有局部刊的几个 比较破损严重的几个点 那公务处回去 会去计算面积 跟整个排定工班 那我们就是挑这个 路面比较不佳的部分先做 那有些部分在去年路 就已经做好了 那路况都还不错 我们还会持续把路平的工作 来继续做好 由于南新街部分路段 去年已经铺设完成 会刊结果 市政府公务处将针对南新街 51项35号 46至2号等路段 进行道路重铺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录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由于改装车夜晚横行 噪音老民引起许多名愿 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未杜绝汽机车改装车 扰人的噪音 环保局2月1日起将加重处罚 罚款提高 采取金额从白天3000调升到6000 夜间6000调升到12000 依次加重处罚 全国最重 环保局将严格取缔 加强执法 请无释法 噪音打乱生活 消除噪音的困扰 打击不法的改装车 我们向噪音说不 议会开会前 机动市长谢国梁 特地上前拥抱连任八届的 资深市议员 也是前机动市议会议长张芳丽 祝贺他生日快乐 而且是议会最资深的议员 是前议长 那他提出来很多论述 我们都非常的重视 尤其他这几天有提到 针对于这个儿童期少年事务处 孕期的妇女朋友 我们今天就开会在讨论 那应该哲期就会 推出这样子的政策 编入在后续的预算里面 所以表示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 我们前议长张芳丽议员的 这个公共论述上面的建议 他私底下他也算是我的前辈一样 给我很多指导 所以今天特别开心祝他生日快乐 谢谢 而身为长辈以及政坛前辈的张芳丽 更曾经公开在议会称赞谢国良 是最清廉的市长 可见对谢国良的肯定 因为自从他当选之后 就有好多朋友来告诉我说 他所看到的市长当中 他属于是一个最清廉的一个市长 我是说市长每一个都很清廉 但就是最清廉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因为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有同事说 你意思是说我们不清廉 我说不是这样子 我说人是有分等级的 有罪跟赤 至于如何看待市长和议长间的罢免事件呢 张芳丽强调那是有心人见缝插针 我第一时间知道之后 我就赶快跟市长讲 我说赶快去灭火 不然的话真的是 因为很多事是不宜用这种手段 尤其基隆地方很小 阿丽姐有跟我讲 所以我们马上都有跟议长在讨论 在解决这个问题 阿丽姐全程都知道 我们都有在推动这个事情 所以是阿丽姐居中协调吗 阿丽姐是表达关系 我有跟议长讲说 这个是后面人家是见风插刺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 有很多事情最好你们两个都打起来 他们在后面看戏 所以不宜我们都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 随后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卫 也到议事厅制政三八妇女节 著名的麻吉小礼盒给张芳丽 更贴心的家政蛋糕为张芳丽祝寿 张芳丽长看我长大的 虽然她都不会老那么年轻 也祝福她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然后我一路给她照顾之道 我们一路都非常感恩 她也随时给我很多意见 真的非常谢谢她 祝她真的快乐 谢谢 张芳丽也回赠拥抱 肯定佟子伟担任议长的表现 也幽默回应 发起罢免不是好事 因为基隆很小 大家都遇得到彼此 觉得罢免是最不好的一个示范 因为选举是非常辛苦 而且一届才四年 你如果说再做一半要罢免 那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尤其是这个做民意代表 是要替市民服务的 如果不理想 也不是说用罢免来显示出 说这个民意代表不好 我是希望说 最好是不要有这种动作 这样子会伤和气 尤其基隆市 很小 没几条街 大家走路都会收藏 不要说大家都是仇人 那这样子的话 走路就很不安全 谢谢 之后议长佟子伟 也逐一制证小礼物 给女性市议员 以及准备备巡的 市政府女性官员们 而经过市长谢国良时 两人更是互相握手致意 罢免事件风波后 仍然相处融洽 我刚刚有公开说 感谢议长的高度 呼吁双方可以 要和缓的解决这个事情 非常谢谢议长 回归市政同志 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跟高度 非常谢谢议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良心的互动 付进这个市政的运作 好不好 我相信议长的善意跟高度 大家都收到了 谢谢 除了送给女性市议员 以及官员外 同志为野窝心的 送妇女节小礼物 给在现场辛苦采访的 女性记者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辛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安神 台电服务创新记 基隆区处正式亮相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 经济部国营司副司长刘启笑 台电公众服务处长袁梅林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长陈居胡 跟议长佟子伟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等辅会贵宾 共同见证台电基隆区营业处 进行空间大改造的崭新风貌 搭配电网元素 台电一楼的洽工场所 布置为暖色调的木质风格 想知道如何更省电吗 一旁还有专业策展的 基隆超来电科普展区 从台湾头的基隆开始 台电积极透过内外空间的优化 期盼让洽工民众感受到 服务升级新体验 大家以往都觉得说台电像个衙门一样 各位知道这个衙门这个形象绝对要打破 所以我们把整个柜员跟民众的这个界线的那个 全部打破 这是第一点 我们的改造 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做一些节能教育的宣导 所以我们在有一区域呢 就是把能源使用的一些效率怎么做 用最简洁的方式 让民众最用很简单清楚明瞭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做节电怎么样使用电力 在设计的时候呢 也结合地方 包括像我们门口的这个公车站牌 也把它整个做一个意向的改变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基隆市政府 尤其我们公车处这边 愿意把这个站牌让我们能够也做一个改造 那大家看到今天营业处本身呢 也率先做了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一个空间使用 让小朋友到长辈都可以不分年龄层到台电的使用服务 都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那我想既然要跟基隆结合 就应该率先的展现出更多的一个服务导向 人本空间的一个释出 像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台电前面的人形空间 就做得更加的完善 但我们还有可以检讨的空间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一路从 邮局中华电信到台电或是对面的田疗盒 我们应该市政府来跟我们的国营事业 或是经济部来做中央地方的一个横向的一个沟通 可以让我们的人本空间 让基隆市的公共服务的水准可以提升的更好 水公司也要讲一下 那水公司也要做好 相关的都要把它做好 那我们机关也是 我们很多区公所也好 或其他的一些医院啊 还有一些办公司 那议长我们到时候争取机会再给我们支持 一起来把这个基隆的都市景观做好 这是我们后续一定要努力去做的 致辞中议长也期许台电带头做好能源转型 尤其是地方关心的四街 要持续做好地方沟通 最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能源转型 能源转型的是我们在跟地方的沟通上 大家通力合作 让大家先了解台电 让大家先理解台电在国家能源转型的用心 我们的经济发展 未来也得靠台电大家共同来努力 也希望我们社会地方里长林长居民都可以认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能源转型 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 做好沟通全力提升服务品质 台电表示将从台湾头基隆开始 把这个成功经验推展到全台其他的服务据点 辅会贵宾也期许周边的狼带能够一棒接一棒 让基隆的都市景观变得更美更漂亮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